我愿意 等一下 就在新郎说我愿意 没等新娘说话 婆婆就喊咖 跑上前检查新娘 婆婆粗鲁地仔细端详之后 才走人 正当小两口松口气 她又有意见 接着出现一辆奥迪车 这是奥迪中古车的广告 想借着婆婆检查媳妇 有没有整容 来说明奥迪中古车 有经过认证 不少看过这则广告的网友 都表示愤怒 认为这是严重物化女性 把女性比喻为二手车 引发网友炮轰 即使大陆歧视性的广告 不止这一个 辣妹将一个黑人塞进洗衣机 洗一洗 最后洗成一个黄皮肤的帅哥 这个把黑人洗白的广告 推出时 曾经引发轩然大波 想不到最近又出现 物化女性的广告 微博爆料第一天 就被转发超过两万次 评论近一万次 逼得奥迪连夜把广告下架 记者代理综合报道